真能这样做,决定可生西方极乐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印光大师对叶福贝居士说,你父亲既然已经同意你出家,你就应当至诚恳切,一心念佛,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常常想阿弥陀佛就在自己面前,心中不敢有一丝杂念妄想,只有至诚恳切的念佛圣号。 无论小声念,或默念,都必须字字句句,心里念得清清楚楚,口里念得清清楚楚,耳朵听得清清楚楚。 能经常这样念,一切杂念自然消灭。 妄念起来时,格外要提起全副精神念佛,不许它在我心里作怪。 能这样念,一根自然清净。 杂念初起时,要向一人应对万人作战,不能有丝毫放松,否则妄念作主,我必受害。 倘若拼命抵抗,它就随着我转,即所谓转返恼成菩提。 能常常用阿弥陀佛的万德红领抵抗杂念,久而久之,心自然清净。 心清净了,仍旧念念佛放松。 择业账销,智慧开,切不可生极造心。 无论在家出家,必须尊敬师长,对人和气,忍人所不能忍,行人所不能行。 待人之劳,成人之美。 独处时多多反省自己,闲谈也不说别人的是非。 行住坐卧,穿衣吃饭,从早到晚,从夜里到天亮,一句佛号始终不间断。 破小声念,破破点,除念佛外,再不起别的念头。 妄念一起,当下就要教他消灭。 常生惭愧心,忏悔心,纵然很有羞耻,仍然觉得自己功夫不够,绝不夸耀。 管好自己,不计较别人的是非长短。 只看别人的好样子,不看坏样子,看一切人都是菩萨,只有我一人是反夫。 真能这样做,决定可生西方极乐。 极乐世界没有女人,都是同男子乡,莲花化生。 一旦从莲花中出生,立刻就是大丈夫乡,而不是从小孩慢慢长大。 极乐世界的人没有烦恼,没有妄想,没有造业。 因为仰仗佛的慈力,以念佛为因,一旦升到西方,见佛文法,必定原成佛道。 十方世界,只有这个最为超胜,一切修持法门,只有这最容易修持,而且功德最大。 你不要东看西问,只管一心念去,自然利益无穷。